这绝对是丧尸苦补片中的天花板 也是至今无法超越的存在 它就是2013年上映的僵尸世界大战 丧尸病毒席卷全球 而以色列却性能疑难 就是因为这个为抵御丧尸而筑起的城际 大卫找到了相关事件的负责人 询问他为什么以色列能够预知这场灾难 长官却说他们也只是截取了一份印度的情 所有的起源应该就是印度 可是此时的印度已经彻底温限 他们来到广场 发现许多的信徒正在歌颂时的恩寺 殊不知危险已经尽在咫尺 大卫提醒负责人声音太大了 可是话音刚落 无数只丧尸便翻过了城墙 人群立马散作一满 城内的士兵拼死死亡 但是丧尸才不会畏惧枪名弹子 直升机也试图攻击翻墙的丧尸 可也只是杯水车星 在逃跑的途中 大卫发现丧尸席卷之处 一个老人竟然没有受到攻击 可是根本来不及多想 就被淹没在了人群之中 紧接着再次看到 丧尸没有攻击一个 瘦骨灵巡的男孩 丧尸越来越多 他们躲进了一所建筑 扔出手雷 将丧尸掀翻 一个丧尸偷袭了士兵 咬到了他的手指 大卫来不及多想 手起刀落 砍下了士兵的手臂 士兵疼得哇哇大脑 大卫却在心里坐起了道具时 时间一分一满过去 士兵并没有变异 直升机前来救援 但由于飞得太低 直接被扑过来的丧尸拉至这 看着一架一架的飞机起来 大卫知道现在在不得 是真的等不了 于是直接带着士兵拦截了飞机 这才得以防御 飞机起飞后 大卫为士兵包扎了伤口 回顾所有的陷阱 他想起了那个 幸免疑难的老公和男孩 也许这真是解救人类的突破口 他赶紧给老妃打个电话 向老妃寻找最近的医院 获得病療研究 他要开始论证自己的观点 随后将电话交给了机长 机长确认后 决定了降落的地 可就在这时 一只小狗对着卫生间 狂吹不止 空姐间状打开了卫生间房门